10号上午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林 在议会秘书长陈建贤的陪同之下 前往台东专科学校进行会刊 主要是针对东专新校区接近完工 部分的师生也开始陆续进驻到校园里头 不过校方基于师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问题 提出了希望校门口前的分隔岛设计能够重新改建 让师生进出校园可以更便利更安全 行校区的门面前面是一个分隔岛挡住 那老师跟学生要进出的时候 都要绕到前面那个分隔岛的开口 那个地方再绕回来 那甚至有的学生去摩托车就直接斜的 就直接进到校门口这边来 非常的危险 学校也发文县府的交通队 县府交通队上个礼拜是到现场来会刊 那也提出一些建议 希望把路灯跟这个树移走 然后把分隔岛打通 让师生进出的时候 更加的安全跟方便 那我想今天我们来到实地的会刊 那也跟交通队也做了一个沟通 那么初步上是可以按照我们专科学校的要求 那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同时希望交通队跟专科学校的各位老师同仁 我们也不要图一时的方便 因为学生的安全交通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能够考量到学生的安全 那么再来考虑到我们其他的便利性 那么当中当然这里也有一些路灯的配套设施 我们在这里也一并希望交通队以及我们所有老师来共同考量 由于新校区大门口前方道路当初设计时 过程当中没有预设会是校园大门 所以设有分隔岛 而现在基于安全的考量 校方希望校门口前方的分隔岛可以重新设计 经过与县府相关单位双方协调之后 未来也将进行重新的建制 让师生都有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